大陆渔船近一个多月旅渔界作业, 鹏苦海巡队巡防艇今天上午在花与西方海域23.8海里海域, 发现一艘无船名的大陆渔船越界捕鱼, 要求停船受捡, 但这艘渔船未理会, 加速逃逸。 海巡人员紧追靠上, 强势登船, 将渔船带回马公港, 依偎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重罚, 鹏苦海巡队近一个多月多次发现大陆渔船越界作业, 7月28日在七美西南方16.5海里海域, 查获越饶于37008号渔船, 8月4日在猫与西南方20海里, 查获无船名大陆渔船, 8月18日在望安草与西南17海里, 查获闽东于64086号渔船, 8月19日在西域于小门西北方16.6海里, 查获香汉寿府0515号搬运船, 9月4日在七美南方海域19.9海里处, 查获敏施于07677号渔船, 包括今天查获的渔船共以6艘, 彭苦海巡队表示, 这艘大陆渔船是谢龙作业渔船, 刻意将船名刷除, 趁中秋来临越界捕捞渔获。 澎湖建雷达船今天上午在海上侦搜, 并与暗计雷达系统交互验证, 认为这艘渔船可疑, 靠上要求渔船停船受捡, 但渔船逃离, 海巡人员才向试登船, 发现船上有七名大陆籍船员, 这艘无名船臣姓船老大表示, 不知道越界, 但澎湖建艘正确认越界, 待返马公港后依法重罚。 澎湖海巡队今天将一艘越界捕捞的 无船名大陆渔船带回马公港。 记者林宝光翻射 分享 澎湖海巡队今天将一艘越界捕捞的 无船名大陆渔船带回马公港。 记者林宝光翻射 分享